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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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许不会再看见 你别是微黄色的甜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青山的脸 我拿起种绿树的叶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和曾忘动的誓言 风在歌唱 唱它曾去过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为你开封 当你撞过头的那一瞬 玩下般美丽的笑脸 它睁开在 春日里无可期间 整天白鱼 要见面吗 到画一眼 每日夜 我们的推荐 经理 您忙吗 张开的事吧 经理啊 张开呢 以前是我学生 我比较了解他 这孩子虽然毛病多 可是他比较聪明 你看 这个 要是他的事呢 就不用说了 不是 经理 刚才我在外面呢 已经批评教育他了 他也知道错了 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吗 我说过了 要是他的事就不用说了 要不然你跟他一起滚蛋 对了 余洪博 还没说你呢 人家张开虽然迟到早退 请假矿班 但是人家至少卖出去一套 你余洪博干到现在 一套都没卖出去 我告诉你啊 再不好卖 下一个就是你 经理 什么叫下一个就是我呀 是 我是一套没卖出去 可是我努力呀 我没有功劳也苦劳吧 我那些客户都是潜在客户 我是运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 我先跟他们成为朋友 我请他们吃饭 建立销售 与客户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这样就可以谈到 这个人生归宿的关键性问题 我把路给你铺好了 您现在来一句下个就是我 什么意思啊 你这要谢梦杀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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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废话 赶快给我滚蛋 滚蛋就滚蛋 我偷偷一个大学老师 我收你这期 你不用开除我 我告诉你 老子不干了 老子辞职 拿来 什么 工资 放开 这 余洪博 不是 你吓死人哪 这大白天的 人吓人吓死人你不知道啊 大白天你怕什么呀 你以为我看见鬼 给 什么呀 你工资 不 你不用数了 两千块钱一分不少拆是吧 数数数 正好 余洪博 我跟你说啊 这回你还真做对了一件好事 行 咱俩好酒好散啊 你在这儿好好工作 在这儿你江湖 不 来 来 来 我 辞职了 你被开了 我辞职了 行行行 这被开就被开呗 还不好意思说 我辞职了 行 别难受 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呢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走 干吗呀 庆祝一下啊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庆祝一下崭新的明天 也有道理 有道理就行 你请哥啊 怎么又我请啊 不是你请哥怎么了 你是不是发工资了 你宴请一下你学生我 不行吗 不是 不是 我那个工 我那个工资 行行行行 你工资什么呢 我吃的少 走 我说你等等 那个 我得说声再见 跟 跟谁再见啊 一直照顾我的兄弟们啊 你等着吧啊 你能看见吗 各位兄弟 后会有期 走吧 你想试试吗 火锅啊 火锅啊 行啊 火锅但是 不是你怎么弄 我 我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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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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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和 donors 我们之地 乔 回来 试图 给小金 入联盘 石头 vale 确PD 来 谢谢 林副长长 好久不见呀 你来干什么 我正好到湖江来出差 这听说 你这癌症又复发了 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当然应该过来看看你啊 我的事情 付老陈厂长费心了 你走吧 不管怎么说 我这个厂长 还有你的一半功劳呢 你如今躺在这里 我当然应该过来关心关系你嘛 我从来没有帮助过你什么 也用不着你来关心我 走吧 对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 我的另外一个大鬼人是谁吧 说来也巧 就是你的儿子 林静 你说说 你们负责俩还真是我的大恩人 福星啊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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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胡说八道 你说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你和邹江运 情不自禁 怎么会被你儿子偷拍了照片呢 什么事 你不要在那儿胡说八道 我现在看下来 我现在不在这儿胡说八道 都会避免你 你给我装着 你 我想让你 你那儿胡说八道 是这个事情 我还没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也没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那儿胡说八道 我现在看不见不见了 你也不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现在放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现在是什么 你不在这儿胡说八道 这儿胡说八道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就是你的儿子林静 亲手拍的照片 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 就是他害得你身败名裂 远走大乡 还是他 让你一辈子只能窝在这儿 被你的过去赎罪 很公平 儿子犯的错 老子来承担了 天经病 出去 滚 老林 别激动 滚 滚出去 滚哪 老林 你 滚 病人状态不好请你离开 快请你离开 老林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啊 怎么了 老林 怎么了 病人情况很危急 已经叫了医生了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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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这病房不能随便进打 你是我爸 快点养后行吗 先生 那是我爸 到底怎么回事 有一个人来看病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 好像是说什么 七八年前拍的什么照片 病人现在情绪很激动 你怎么不怕 死定了 老林 老林 不pi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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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老林 毅 老林 这是我租的房子 不好意思 我今天刚搬进来 什么也不知道 喂 你凭人把我东西 给我扔出来呢 我还没有退租呢 你已经两个月 没交房租了 我把你东西扔出来 算客气的 喂 喂 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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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能输 你在哪儿 两天不见 生活就不能自立了 我看你这不是丢的 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一面了吗 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一面了吗 我知道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最有应对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我们两家也不会闹争像今天这样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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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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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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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把我东西给我送到惠贤阁来 等会儿我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啊 让你送过东西这么麻烦 我要给阮忍送盆栽 张开 阮忍是你同学 我就不是你同学了是不是 你和阮忍能一样吗 我不管 你赶紧把东西给我送过来 你答应我任我差钱的 你赶紧的 张开 给我买碗盐 那是他朋友家 不是他家 应该不会朋友 你说什么呢 没灯钥匙吗 亲爱的 来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个老丈子 来 来 来 既然咱们见着了 就好白着白着吧 当年 什么当年啊 没有当年 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 我不是李维权 来 人要脸书要皮 我郁红伯这一辈子 没做过上天海里的事 却要背负这件事情一辈子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是因为误会 还是你故意这么做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 我背着这座大山 刨个保险 买个墓地 住在拆迁区 亲戚不理解我 朋友们笑话我 没有一个学校敢要我 可是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但我这一辈子都当不成老师了 你知不知道你因为你一个谎言 你毁了我一生 你不要乱说话 你看一下这个柜子 是不是还需要再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上次 这个也是 上次你不是说 对那个装修不太满意吗 我就醒了一个室内那个设计师 您姓雨是吧 你怎么还没搬 不是 昨天晚上我 我们昨天晚上怎么了 昨天晚上是你请我院的事啊 李维军 你不会是玩真的了吧 怎么可能啊 我李维军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呀 你太自以为是了吧 那就好 我们都是按照规则办事 这么多东西 我怎么走 你怎么搬来的你怎么搬走的 一会儿还有朋友要过来 你在这儿不太合适了 走啊 看够笑话了没 走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你们说结婚了吗 你现在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你以为你还是我老师是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以为你知道什么惊天大秘密了 是啊 是我骗了大家 根本没有人要娶我 但是我告诉你 不管我现在过得怎么样 只要我嫁给他 我就一辈子不用担心我的痴穿了 我不用像你一样算计生活 我不用像你一样第三下四给别人打工 更不用担心我父母的医药费 那你看是他的人还是他的钱 有意 我不用你管 我不用你管 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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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你 有意的 你管 你管 我负责 我负责 你 我负责 我负责 你 我负责 我负责 阿姨 进来呀 坐 坐呀 给我 你等我一会儿啊 来 趁热赶紧吃了 饿坏了吧 怎么了 没什么 不太舒服 没什么胃口啊 那 那你就早点休息吧 你去哪儿啊 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 我去张开那儿睡 张 张开 张开就住在我楼上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他你在这儿了 今天晚上就先在这儿凑合凑合 明天我在中间拉个链 那不会知道的 好 余老师 谢谢你 早点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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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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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这儿陪陪你爸啊 我 我去找他大夫 回来吧 静儿 爸爸这一次 恐怕是熬不过去了 记住 爸爸身后的事情 就像原来 跟你处伏的那样去做 爸爸这一辈子 最口悔的 就是没有做出 正确的选择 一直像个懦夫一样 生活 既耽误了江云的一生 也哭了你妈妈一辈子 爸爸 错了 我不该逼你了 记住 不管别人怎么看 都要努力地把我图 把自己的 幸福 幸福 知道吗 爸爸 你别生我气 爸爸怎么会生 会生你的气呢 爸爸是 没有脸面 你 面对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爸爸 你又何必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回起来 你也不至于和薇薇分手啊 妈 这不怪你吧 是我的错 是我以为你还在怪我 所以我躲到国外去了 这是我的错 孩子 你何回来 梁小五彩 青梅珠宝 爸爸 心痛啊 咱们这福子俩 真是白白的耗费时间 浪费的 浪费了 神 神 神明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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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定了 爸 爸 你死定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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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何 SAM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助理 我是我说你啊 你们这个海规的办事效率没这么慢嘛 风总 您的项目 我怎敢怠慢呢 只不过 现在关于家院大厦的材料 确实略显担保 里面只介绍了 整体面积 所处位置 以及将来 我们收购以后的相关前景 但是对于资产结构这方面 确实写得很模糊 比如 之前的开发商 师傅拿他抵押过贷款 还有我们将 行行行 要不这么着吧 我今晚啊 我把家院大厦的前组 约出来一块儿吃个饭 你也来 到时候呢 一来呢熟悉熟悉嘛 对吧 熟人好办事 二来呢 你在酒桌上 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呢 方总 恕我直言 在现在收购的节点上 我们约对方的开发商 一起吃饭 好像不太合适吧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对吧 你说从公了讲 他卖咱买 公平自愿 从私了讲呢 他是我老朋友了 你到那个时候 尽管地问 有我在场 他不好不跟你说清楚吧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好 那还麻烦您安排一下 行 包在我身上 你怎么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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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助理 我是周总的秘书 周总已经把家园大厦的项目 交给我和你一起来做 我怎么可能不来呢 你知道今天晚上和谁一起吃饭吗 我当然知道 是和家园大厦的老板 那你对家园大厦这个项目怎么看 印象当中 家园大厦所处的位置不错 价格也还合理 他的投资前景也相当被看好 如果这个项目真的这么优秀的话 那为什么 冯德胜三天两头地催促我们的进度 钱总今天晚上还要亲自请我们吃饭 按理说 地产商应该抢破头 来抢这个项目才对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的意思是说 家园大厦并没有我们小巷中那么好 那今天钱总和冯德胜前里去吃饭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你签合同的 这顿饭可不好吃 这其实也是个机会 至少能让我们了解 家园大厦到底有什么问题 钱总和冯德胜是老狐狸了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所以我要提前和你说好吗 这样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些 我留意不到的细节 走吧 好 陈助理年轻勇为 英俊潇洒 郑力术天生丽质 冰雪聪明 那么新陈可是人才辈出啊 来来来 我敬大家一杯 钱总 不瞒您说 我们这次来呢 其实是有几个问题 想向您请教 陈助理太客气了 来 咱们别吃点聊 钱总 以家园大厦优越的地理位置 您为什么要以这样低的 一个价格把它出售呢 你说这 刚来就谈公事 酒还没喝好呢 钱总 人建议啊 年轻人 无所谓 无所谓 我最喜欢坦白的年轻人了 陈助理 我一定得给你喝一杯 我相干为敬 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 合作愉快 郑秘书 那你不表示好事吗 我前面就变了 你不表示好事吗 不是 这 如果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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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